美日韓三方特使东京会晤 应对朝鲜导弹危机 恒大危机或导致中国地产业的崩塌 利用反欺诈软件 中共警方监控2亿手机用户 浮动音乐会 在伦敦河上弹奏钢琴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在朝鲜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后 美日韩三国代表周二在东京举行会谈 商讨应对之策 周二 美国朝鲜事务特使金星荣 日本亚洲大洋局局长传越监狱 以及韩国的朝鲜事务特别代表 鲁归德进行会谈 据韩联社报道 金星荣表示 美国没有敌视朝鲜 希望朝鲜积极回应 美国提出的无条件对话 金星荣还说 华盛顿对解决朝鲜问题 持开放态度 日方代表传越监狱表示 美日韩合作对地区稳定也很重要 韩国代表鲁归德强调 应该继继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 白宫周一表示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立场不变 仍然准备通过外交实现朝鲜无核化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姜迪亚综合报道 周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席国会听证会 就阿富汗撤军行动进行听证 布林肯强调 中共是未来战略竞争敌手之一 美国会遵守台湾关系法所做出的承诺 13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席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举办的 首场阿富汗撤军就责听证会 布林肯在听证会上 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撤军决定辩护 美国联邦众议院费词拍锤课表示 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局势 让乌克兰和台湾担忧 他问布林肯 政府是否会尽一切努力捍卫盟友 对此布林肯强调 会信守台湾关系法中的承诺 对于布林肯的发言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由衷感谢 外交部我们对于美国政府 他们再次重申对台湾坚定的支持 我们表达我方由衷的感谢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4号表示 感谢拜登政府持续以实际行动力挺台湾 台湾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捍卫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民主自由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道 为期三天的美国少数族裔保守派大会 正在德州达拉斯举行 国会众议员拜伦唐纳德 谈到中共接管全球的野心 对美国的威胁 来看特约记者方菲对他的采访 这次会议广泛邀请少数族裔的保守派人士 与会讨论如何捍卫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抵制反击共产主义和中共对美国的侵蚀 佛州的众议员拜伦唐纳德首位发言 9月13日 国会众议员唐纳德 在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谈到 他对当今美国的担忧 在对外事务方面 他认为中共的全球野心 对美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中国人在中国的100年计划 主义对美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主义对美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他认为中共试图接管世界的方式 远远不只是通过投资和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 以债务陷阱的方式接管别国的相关领域 国会众议员唐纳德表示 有证据显示 中共与美国国内的激进左派联手 渗透并试图颠覆美国社会 他希望左派不要为了实现自己的议程 而与中共合作 从而牺牲美国的根本利益 他呼吁从共产国家移民美国的新美国人 特别是华裔美国人 能够说出真相 揭露共产主义的危害 新唐人电视采访报道 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 引发高度关注 有专家指出 恒大一旦破产 将会引爆中国地产业的崩塌 来看报道 近日恒大集团的理财产品 恒大财富出现爆雷 大批民众聚集在恒大深圳总部大楼 要求还钱 而理财产品的爆雷 也将恒大的债务危机 推上了风口浪尖 恒大老板许家印也承认 目前恒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恒大现在的债务状况到底如何呢 截至今年6月底 恒大大约有880亿美元的借款 其中40%将在不到一年内到期 而恒大自身的现金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没有足够的现金 偿还这些要到期的借款 9月通常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旺季 但是恒大称 9月的物业合约销售持续大幅下降 原因是关于该集团的负面新闻报道 严重影响了潜在购房者的信心 于是恒大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因为担心债务危机已经完成的项目没有人敢买 因为项目没人买就无法变现 加重了现金流的问题 恒大还试图抛售电动车 房地产服务部门的股份 以及出售香港办公大楼来获取现金 但是这些举措都没有重大进展 那么如果恒大靠自己无法力挽狂澜 中共政府会不会出手拯救恒大呢 有传言说 中央已经派出了一支工作小组进驻恒大 对其财务状况进行摸底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出于自身的利益 中共应该不会撒手不管 恒大它的规模太大 它的影响太大 如果说党要真的是甩手不管 那么很有可能恒大就雷他要 爆下去就像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 他可能会引发一场风暴的 所以这个风险对习近平来说 尤其是在当前 马上要开这个六中全会 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当口 他绝对是不可以去承受的 美国经济学者谢田则认为 对于恒大的处理上 中共现在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中共旧的话呢 还有更多这些其他公司 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看到有一个中国前15家 房产企业的负债率 恒大是152% 还有一个叫复利地产也是130多 一个绿地控股也140多 问题都很严重 它旧的话中共恐怕救不过来 不旧的话呢 这会引发的问题呢 会拖垮中国整个房地产企业 也会拖垮中共的很多银行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在中共政府决心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 当局也可能选择放弃恒大 即震慑其他高负债的房产企业 广东佛山南海区住建局 日前下令 为了防控风险 暂停给恒大在当地的楼盘 发放贷款 似乎露出了些许的信号 恒大集团在1996年成立后 赶上了中国地产界 风生水起的年代 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曾说 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那么如今它欠下的债 党会负责吗 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再来关注中国疫情 目前福建的莆田市和厦门市疫情严峻 两地都已经启动了全员检测和封闭管理 截至9月13号20时 莆田市累计报告核酸阳性79例 14号莆田所有小区全链实行出入严格管控 目前莆田疫情传播链已延伸至厦门和泉州 官方通报截至13号18点 厦门累计确诊12例 其中11例与莆田疫情相关 厦门全市小区实行闭环管理 并将一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 此外福建全州市也有确认的病例 患者的工作地和感染地均为莆田市 现在的话是没房间办理就住了 有那个布置之类的呀 然后这些人啊 我们这边上庭营业了 就是12号凌晨通知我们的 只有那些大酒店真用的 他们就可以开 但是它这里现在是不让进 只让出啊 整个全港这个区 你要出去可以 但是不进来 道路都封了 公交车也停了好像 有报道指出 莆田疫情波及厦门和全州 被感染的患者中年轻人较多 新唐人记者李珊珊 陈杰 周天采访报道 在身边多名工作人员 感染中共病毒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宣布 开始自我隔离 目前普京的病毒测试是阴性 在出席当天的一个视频会议时 普京本人亲口证实 多名贴身工作人员都已染疫病倒 其中一名非常亲近的工作人员 在接种第三针疫苗三天后就病倒了 由于周一 普京与这名工作人员近距离工作了一整天 充分暴露在传染环境中 因此已经接种疫苗的普京开玩笑称 考验俄罗斯疫苗卫星5号效力的时候到了 尽管俄罗斯疫情持续严重 每日死亡人数仍在700人以上 但俄罗斯目前几乎没有任何防疫限制 即使在病例激增时也很少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 普京本人也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戴过口罩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利用反欺诈软件 中共警方监控两亿手机用户 新售ан works 新售 ops 新售 在5-10年以後,我們沒有製作工程中的製作工程中 還有,這就是90%的我們的藥 世界必須知道,如果 Hong Kong falls,全世界都會 falls 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人物的存在 It's the risk of humanity, period Since the CCP took power 80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its polici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They're us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norms and our values against us in ways that we hadn't necessarily envisioned towards our own authoritarian agendas From the party's great firewall in cyberspace to that great wall of s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365天的努力 白天到晚上 周末还是节日 24小时我们从不间短 创意 设计 咨询 到印刷的全程服务 我们将您的产品 以最快的速度 送到您的手中 我们是新时代印刷厂 质量与速度 是我们给您的承诺 网址 epicpress.com 电话973-694-360 欢迎回来 中共当局日前决定 秦山核电站一号机组 延长服役20年 目前 该机组已经达到了 30年的使用期限 中共生态环境部 近日发布通知 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 秦山核电厂一号机组的 运行许可 获准延续至 2041年7月30日 秦山核电厂 建于上世纪80年代 1991年并往使用 设计寿命为30年 今年已经到达使用年限 但中共当局认为 秦山核电站在运行期间 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9台机组工作稳定 因此具备延续运行的条件 据监察数据显示 过去10年 中国的核电厂 包括秦山核电厂在内 其放射性液态川的排放量 比日本出现核事故的 辅导核电厂的排放量还高 秦山核电站的选址 一直被外界诟病 核电站位于杭州湾 东围前唐江 西围东海 周边汇集了杭州 嘉兴 宁波这样的大城市 此次延期20年的决定 再次引发强烈关注 云南昆明的15栋烂尾楼 日前被爆破拆除 45秒内 全部已为平地 当地时间8月27日下午3点半 但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已经停工7年的昆明 立阳星辰二期项目的 15栋烂尾楼 在数十秒钟之内相继倒下 瞬间消失在巨大的烟尘之中 一次性拆除15栋高层烂尾楼 在中国十分少见 立阳星辰二期从2011年启动建设 但2013年 该项目所属的 芸汐地产董事长雷毅落马 立阳星辰二期陷入停工 2021年 另一家地产商接盘后 决定将15栋烂尾楼 全部拆除重建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共当局正在通过一款 反欺诈应用程序 监控那些访问国外网站的中国人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一名上海用户 在访问一家 美国金融新闻服务机构后 遭到警方询问 是否与国外有联系 以及是否经常访问海外网站 而一名山东用户 在访问了彭博社等海外网站后 连续四天接到警方电话 原因是彭博社被中共当局视为高度危险网站 而让警方探知你网上行踪的 居然是一款被2亿中国人使用的 所谓反诈骗软件 不少人抱怨 必须下载了这款软件 才能租房 申请身份证 或申请子女就学 更有人被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告知 这是一个监视应用程序 可以跟踪你手机上的一切 对于金融时报的报道 中共公安部和国家反诈骗中心 至今没有置评 周一 维基百科的管理机构 维基媒体基金会宣布 封禁7名中国大陆用户 并移除12个亲中共的管理员权限 维基媒体基金会副总裁丹尼斯 发布公告称 在对未被认可的中国大陆维基人团体 一些成员的活动 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后 我们已经禁止了7名用户 并取消了另外12名用户的管理权限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大陆维基人 是中国大陆维基用户 建立的一个QQ群组 其核心成员是亲共的 中文维基大陆管理员和自身用户 这一QQ群组在维基之外 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圈子 进行与维基相关的决议 投票和讨论 并搞各种拉票 甚至对不配合的维基用户 进行人肉搜索等违规操作 今年7月 亲共的维基管理员 Walter Grassroot等人 威胁举报一名香港用户 违反国安法 被正义人士投诉至维基基金会 最终导致基金会 做出清理门户的重大决定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英国议会拒绝接待 中共大使郑泽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宇宙 我没有2,3,4,4,4. 我必须变好冷靠,7,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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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是啊,一会儿 long,3,5,6,6,6,7,7,8,7,7,7,8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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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